F-16 准式战斗机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聊F-16准式战斗机 在之前我们提过 现在我们的F-16 AM 跟 BEM 还是使用原来的 AN ALQ 184 电战系统 当时也有提到几种候选的系统 所以今天就进一步来介绍 另外新采购的66架 AN ALQ 另外新采购的66架 F-16 CD Block 70 的战斗机 它是采用内建的 AN ALQ 254 电战系统 还有在国外常常看到 像美国的假想敌中队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会携带外挂的 AN ALQ 188A 的电战系统 顺便替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长期以来一直被大家忽略 F-16有攜带一种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 AN AL-150 拖曳式的诱饵系统 这是幻象 2000 跟 IDF 现在都没有的系统 所以也让 F-16 在现代的战场上 存活性更加提高 台湾当初在买 F-16 AB 型的战斗机的时候 有一并采购了 AN ALQ 184 电战夹仓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操作之后 因为现在的作战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所以希望采购新一代的电战夹仓 最主要是希望有数位射频记忆的技术 经过这几年不断的招标还有研讨 在当时有几种系统一并在获得空军的评估 像诺格公司有 AN ALQ 131 它是采用最新的 AN ALQ 257 的技术 这也是目前呼声最高的外挂电战夹仓 有可能被台湾的空军所采购 当然另外也有包含 AN ALQ 211 但是因为211这个型号巴基斯坦也有采购 所以空军就有疑虑会不会有其他机密外泄的问题 因为巴基斯坦跟中国非常的友好 都被昵称为巴铁 所以有的时候卖给巴基斯坦会不会等于 就中国取得了相关的电战参数 所以这个疑虑一直挥之不去 假如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就可能 AN ALQ 131 获选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最重要就是新一代的电战甲舱要安装在 我们升级的 F16 AM 跟 BM 就是 BLOCK 2 栋 这将近 140 架的战斗机上面 新采购的 66 架 F16 CD BLOCK 70 它是采用内建式的 就是在机背上面有一个电子舱 采用的是 L3 公司的 AN ALQ 211 这个系统 它主要是因为目前有采购 F16 CD BLOCK 70 的这些国家 全部都是使用这个型号 所以在整合上还有获得采购上面 目前是最多国家选择的电战系统 所以像这个是 BLOCK 70 单做型 它的剖面图就看得出来 整个电战系统它分散在机体上面的相对位置 包括机背还有驾驶舱后方 还有垂直尾翼的翼根 另外在驾驶舱内也有显示器 来显示威胁的来源 所以这整个系统技术难度也是非常的高 一直也有长官说 F16不用每架都买这种电战系统 那这一些的长官其实应该对于这种自卫式的电战系统并不是很理解 因为它的运作方式 主要是战斗机被敌人的雷达锁定的时候 它才能根据敌人的雷达波下去进行模拟 然后虚拟出一个假的目标 或者它对于敌人的雷达来进行干扰 可是主要它是采用被动的方式 所以它并不是一种像旁立式的电战机那种主动干扰可以盖台 这是不同的电战装备 可是曾经也有长官讲说 只要掌机有带就可以了就可以掩护疗机 其实就表示这一类的长官对于整个系统的运作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当F16采购新一批的电战夹舱之后 原先的ANALQ184钛换下来之后 一直也有声音说应该要被整合到IDF上面 来补足IDF一直欠缺的自卫式电战系统 而且最新的天剑二型中程空对空飞弹 它已经可以改到腋下的派龙架来发射 在这个情况下基附的发射架就可以空出来 当然也有人顾虑IDF它的电力系统有没有办法附和 据我们侧面的了解电力的部分应该不是问题 目前看起来真正的问题在于台湾这边的中科院 还有跟美国原厂这边的沟通的问题 因为从2020年开始中科院推动了选几专案 希望可以研发出自己的电战夹舱 可是因为中科院希望透过技术转移的方式 来建立这一部分的研发能量 可是偏偏电战夹舱在美国却是高度列管的技术 之后空军退而求其次 希望中科院可以整合ANALQ184 可是双方在协调的时候好像中科院拒绝提供汇流牌相关的设定 所以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 导致现在IDF并没有自己的自卫式电战夹舱 所以经过那么多年之后IDF一直有许多的瓶颈 一直还是没有突破 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挂式电战夹舱 当然还有其他的可以努力的空间 这我们在IDF系列的影片里面有详细为大家介绍 像现代战斗机都配备的IRST 红外线的光电系统 目前台湾完全没有做这部分的先期研发 所以要配备在第五代战斗机上面 却是很遥远的一条路 另外原来像F5系列可以配备 HGM-65小牛空对地飞弹 这个在IDF上面也还没有被整合进来 接下来我们介绍 台湾现在三型的主力战机里面 只有F16才有的系统 就是ANALE50拖曳式的诱饵系统 这个系统是F16最后一道防线 它是一种机载式的电子反制系统 它会拖了一个诱饵 这样敌人的飞弹追击过来的时候 就会锁定到这个诱饵系统上面 而且获得美国空军还有海军大量的采购 这种是可消耗性的诱饵 所以假如有空中的威胁的时候 F16是可以释放出这个诱饵 就像这样拖在后面 然后来吸引敌人的飞弹 而且对于F16的操作完全没有影响 台湾引进这一套系统已经非常的久 可是一直没有被大家关注到 所以汉翔或者中科院也应该努力将 这一套ANALE50拖曳式诱饵系统 整合到IDF上面来增加IDF的存活性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可以从F16的挂载就看得出来 它是安装在站位2跟站位8的派龙架上面 所以这已经变成美军的标配 我们采购这些军事装备的用意是要打胜仗 而且要让我们的官兵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确保他们的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介绍 常常在美军的假想敌中队上 看到一具非常特殊的电站夹舱 这一类的夹舱 它是属于训练用的电站夹舱 它是ANALQ-188A 这个电子攻击训练用的夹舱 它很特殊 伸出了四肢天线 据说它有三十几种的干扰模式 可以训练飞行员 避免使用到作战用的这些电子参数 所以特地开发了这种训练用的电站夹舱 总归一句 最近我们研究了很多战斗机方面的这些历史 就逐渐归纳出来未来台湾空军的走向 像现在对幻象2000 对许五战斗机进行延售案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用最少的投资可以确保未来15到20年 空军机队的战力 若长远的规划来看 假如要采购F15或者F18都是不切实际 而且会占用许多的资源 所以整体来看最好是以规划 F16加上F35作为整个空军机队的主要发展轴线 当然F35现在订单爆满需要等待的时间 所以假如有缺战斗机应该继续购买F16 因为这在整个机队的管理上面整个后勤统一的角度来看 F16是非常经济而且战斗力非常强的机种 而且在未来的20年之后来看 它这4.5代战斗机的规格仍然会在世界战斗机的舞台上面占有一席之地 至于台湾要继续研发ADF这件事情 当然要审慎的考虑 因为牵扯到的这8个领域 目前看起来只有机体部分 还有像飞弹的部分 是台湾比较有把握的 可是在引擎还有AESA雷达 电站系统 光电红外线系统 资料链 中程辽机 就是无人机的使用 整合 这部分台湾目前都还没有相关的成果出现 所以ADF本身 目前看起来 并不能担任我们未来20年之后整个空军的阻力 这也是非常务实的来考虑相关的这些研发计划 再次重申我们并不是反对国际国造 而是台湾是小国寡名 我们必须将国防预算做最有效的运用 所以像汉翔不断的再提他想要研发初级教练机 这是让人百思不解 不过我可以同意啦 从公司治理 经营管理高层 对于股价这部分的努力 初级教练机当然是一个非常速成 短期内就可以看到成果的研发案 可是对于台湾未来 空军战力影响最深远的却是ADF战斗机计划 以韩国的KF-21为例 它从2001年3月就开始研发 到现在才正要开始量产 我们就可以知道 第五代战斗机它的研发牵扯到的技术 它不是钱砸下去就一定会有结果的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ADF战斗机恐怕还要再看汉翔还有中科院 他们到底准备了多少技术能量 来进行盘点还有重新评估 所以目前看起来台湾的三型主力战斗机里面只有F-16 它是4.5代的战斗机 也是成为台湾在接下来20年 战力最可以倚靠的机型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再提醒说 恐怕在未来的机队规划 要以F-35再加上F-16 来作为机队管理的主轴 这样对于空军整个资源的分配 它的效益会是最高的 好的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